被指定为可供自毁队及海上保安厅使用的民用机场与港口 正常的用途并没有重大的变化 以上新闻是由曾议会编辑播报 下午一点请您继续收听整点新闻 感谢您的收听 就一起在一起 耶 另类角度 我们来咯 犀利对谈 让您新闻能量满载 请听POP抢先报 各位听众午安欢迎收听POP Radio POP抢先报节目 我是主持人朱卡强 请锁定POP Radio连播网北部FM91.7 桃竹苗FM90.7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透过APP收听 或是透过YouTube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 也可以订阅我们的官方YouTube 官方频道917 POP Radio 今天是由小弟我一个人来跟大家做这个时事评论 那今天刚好有非常多这个国内外重要的议题呀 那我们就一一为大家来细数吧 那首先当然今天早上一个比较 我觉得比较震撼的新闻 应该是这个礼拜 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这个台北市信义区A13保龄茶市的 这个这个米酵菌酸的这个中毒事件呢 那有了最新的发展啦 就是呢其实这一天这几这几天来 我觉得讲话其实进入一个危机 政治危机处理的模式啦 他每天下午都出来开记者会 那今天呢稍早之前呢 他提前通知大家 今天上午就要开 那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公布了一个 我觉得还蛮关键的消息啊 就是呢 马来西亚餐厅这个保龄茶市 北市信义原版A13店 至3月26号第一起食物中毒个案爆出后 累计共29人受到影响啊 其中两人死亡还有5人在加护病房 台北市政府这个2日召开记者会 台北市长讲话案证实 保龄生物环境激震 验出了米酵菌酸阳性 当中有从工作人员首部样本 验出了阳性毒素反应 现在也这个送检项目也曝光了 这个3月24号当天呢 这个讲话案进一步表示啦 3月24号当天呢 就到保龄机场采集了相关的激震 样本包括了环境激震 生物激震 采震包括两个刀具 一个砖板 以及首部的生物激震 事后跟台大法医所联系呢 就这些激震检验 昨天晚间台大法医所采检 这个检验采集各项激震后 有验出米酵菌酸阳性反应 台北市官员局长陈验员表示 调查人员采集首部样本 验出毒素存在 讲完更直言 这件事情上面保龄的责任 可能就逃不掉了 这确实蛮关键的 因为基本上 除了在这个疫调之外 因为其实包括像是我昨天也有听啦 就在我们这么优质的频道 昨天上午这个王毕胜副署长 来这边讲的时候 也讲到说 说就是他还在推测 是不是这个果条有出了问题啊 但是昨天下午呢 其实我有看到媒体上面 就出现了论战 也是我们大家 也是我们这个频道 优质的来宾沈大佬 等于他的这个医药专业 他就打脸王毕胜 王毕胜说 还是高度怀疑果条嘛 那这个沈大佬就觉得说 可能是这个进口的酱料 然后有这个 有这个米酵菌酸的原菌啊 那当然在昨天之前都是论战 其实我觉得王毕胜跟沈大佬 各自说的 其实他们都是医学专业 都有各自的道理 那就是因为没有采集到 任何进一步的证据 所以让大家都只能 都只能基于逻辑 或基于自己的经验 或是自己的学识 做出一些推论 但今天呢 就是就是进一步的 从这个厨师的手上 采检出了米酵菌酸 至少可以肯定 至少可以肯定说 他应该跟保龄茶室 脱不了关系啊 原本原本是 大家都在保龄茶室 吃了吃了果条 或是吃了这个香兰叶的 这个饮料 或吃了相关的酱料之后呢 然后呢 出现米酵菌酸中毒 在逻辑上面 他可以 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 就是大家都去这家吃了嘛 他是大家的交集 所以大家都会指向他 可是呢 他在逻辑上面 还没有办法完全补完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在这个地方查不到 他有没有可能是千分之一 万分之一 几千亿分之一 不是保龄茶室呢 就在今天之前 如果没有从这个厨师的手上 或是在环境当中 找到这样的证据的时候 他还是在逻辑上面 存在着缺口 但现在如果厨师手上验出 然后在环境当中验出的话 那应该就是保龄茶室 就正如蒋万安说的 不管是在疫调上面 大家就可以锁定保龄茶室了 至少在这个A13信义店 那同时呢 在法律上面 恐怕也难脱关系了 就是不管将来进入司法诉讼的时候 会不会有就是对 王牌大律师 会不会有其他的诉讼策略 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恐怕就逃不到 逃跑不掉了 所以呢 今天还有另外一则这个 相关的报导是这个 台大法医研究所呢 然后呢 这个裁检由北市提供的这个 剩余简体之后 验出呈阳性啊 该所副教授兼所长翁德仪表示 过去虽有患者曾在保龄A13店面用餐 且两位死者均验出米酵菌酸等证据 但这都属于间接证据 法医所昨天在验出厨师 手部剪体与砧板菜刀水果刀均有米酵菌酸阳性反应 这是首次取得直接证据 确定致病米酵菌酸就在保龄茶室的厨房当中啊 那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 不过不过 不过对我来说 我觉得它只是一个进展 它并不是一个谜底 怎么说呢 就是好 这个所有的患者体 这个不管是伤者或是死者 体内都验出了米酵菌酸 然后呢 原本我们我们即便大 即便大家都认为应该就是保龄茶室A13这家店了 可是呢 缺乏一个直接证据 好那今天进展了 就是在保龄茶室A13店当中 找出了生物激震 所以呢 证实跟这个有有连接起来之后 可是可是又回到昨天 沈大老跟王毕正之间的论战 那请问米酵菌酸到底怎么出现在这一家A13 保龄茶室当中 这还是一个问题啊 这还是一个问题啊 至少至少这个小弟我就是 要过去我也是跑到台北市政 所以有一些新闻来的时候 我会去私下问一些老江湖老司机 那有些不具名的消息来源 就是我据我了解啦 到目前为止台北市政府 不管是中央或地方在调查这件事情的时候 一直都还没有排除 就是即便现在看起来好像真的也许酱料 也许米也许这个这个果条啊 那不管是沈大老或是王毕正的怀疑觉得他可能就是一个保存不当啊 或是说烹调不当啊 人为疏失啊 或是或是各式各样的阴错阳差加在一起产生 但是始终没有排除一个一个可能性 就是人为因素 这个人为因素不是疏失 不是疏失不是这个说什么 就是就是前面讲的阴错阳差 然后像今天有个最新的说法说 有有可能是说这个这个正班厨师不在 然后呢请这个越南籍的这个代班厨师 连续上了几天之后 他可能这个心神也已经这个非常的耗弱啦 然后呢就是就是就是可能做事也比较马虎了 于是呢 这个不管是食材的保存 然后呢哪一天进货 哪一天必须要消掉的这些 这些骑程也全部都乱掉了 各式各样的错误都加在一起 导致了米酵菌酸的出现 那这个当然是一种说法 那可是可是就像我前面讲的 始终都还留着一点最优维最黑暗的可能性 就是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办法完全排除人为的可能性 那所以我觉得我们马上进往要休息一下 第一part跟大家分享这个最新的进展 但是它还不是谜底揭开 我们先进往要休息一下 今天就因为咱们咱们的一个星期 都还なんか在一起 咱们试试 咱们大时间 咱们大时间 咱们的带给人 咱们以往来 咱们带给人 咱们再见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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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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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好不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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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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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第一个 不是 还有几位就是 那时候他们还各自 在不同的医院当中 因为他跟一般的食物中毒案件 非常不同 很多食物中毒案件就是 很短时间 大量涌入在同家餐厅用餐的人 同桌用餐的人 同住家人 或是说起码就很 就一瞬间大家都来了 可是这个不是啊 这个是他营业了一整天 然后呢就有几位 非常严重到几乎就是 几乎就是完全 完全就是回天乏术 可是他却没有出现那种 一般你对食物中毒的想象啊 照说照说如果今天这个餐厅 我当然不是乌鸦嘴 也不是要诅咒任何人 两位吃到重症 那起码他可能 可能有更多人 两位吃到死亡 可能会有更多人都重症 都大规模的 快速的短时间之内被送医啊 但这种状况没发生啊 没发生啊 所以我说真的 我真的不会去责怪第一线 不管是中央或地方 第一时间没有去察觉到说 没有把这所有事情都连在一起 那都连在一起说 哇靠米肖尽酸中毒 各位你有看过一部电影吗 就是 就是 就是早年 还记得吗 就是在 就是有一个飞机 在纽约起飞之后 遭遇鸟集 然后呢 机长就当机立断 决定破降在 哈德森河上面 这部电影 后来 这个电影是不是叫 萨利机长啊 反正他里面讲的情节就是呢 他萨利机长就是 成功破降在 哈德逊河上面之后 可是美国飞安的 这个委员会们 就在 就在 有点在找他查 认为呢 他当时这个判断 其实是有点 你知道 就是牛仔心态 然后呢 就是 就是在那边 就是炫技 然后其实 反而是 致乘客的 性命于不顾 就是说 你可以 你其实是可以 折返机场的啊 那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 要做这样子的 这么冒险的行动 当然 当然啦 结果论是 乘客都 都 人 就是都平安 可是 可是你不应该 这么做的啊 结果呢 他们用电脑模拟 电脑模拟呢 然后呢 就是说 都可以啊 都是这个 你的高 你当时的高度 你剩下的这个动力 然后呢 就是 是足以让你 平安的降落在机场 破降的 你不用降落在河上 可是后来 这个情节 这很久的电影 可以爆雷吧 情节急转直下 最后的 最后的 最后为什么 让沙利机场 平反的原因 就是因为 大家都忽略了 忽略了一个因素 叫做人啊 叫做人的判断啊 人的经验 跟人的判断 电脑模拟 几乎是从鸟集 发生的第一时间 他就直接开始模拟 那个时候的高度 那个时候的 那个时候的 这个这个动力 速度 他直接开始 觉得要折返 那当然 当然 折返成功啊 可是人在第一时间 你在空中遭遇 鸟集的时候 你是 你是机长 你正负驾驶 可能想说 可能需要时间思考啊 需要时间 稳定情绪啊 需要时间 也许他 先试着障碍排除啊 他也许先试着 寻找其他的解方啊 他要思考啊 这些反应时间 通通都没有算在内 那后来 后来电影的情节 当然就是 加入了让这个正负机长 反应的差不多 40秒的反应时间之后 电脑模拟也无法 安全的折返机场 那我随意回过来讲 这个案例 就是 你现在一直 叼24号的时候 你24号的时候 是不是延误了 你24号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把 所有食材扣起来 你24号的时候 是不是就应该把厨师 抓起来采样什么 这个采样那个 两件事情啊 第一件事情是 我特别去查了26号 26号第一时间的新闻 26号当这个案情爆发之后 第一时间的新闻 台北市卫生局 在第一时间出来讲的时候 讲说他们其实在 24号接到通报 接到通报的时候 他们当天下午就已经去 查气这个保龄查室了 那当时的状况是 在24号去查气的时候呢 针对当时22号 19号吃到 吃到不舒服的这些人 这些人在那几天的食材 跟厨余都已经消耗完毕了 各位 26号的时候 新闻曝光 就是社会大众开始 关注这件事情 很糟糕的时候 很严重的时候 然后呢 卫生局才告诉你 24号他已经去过了 那就是为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当时 他不知道这件事情 这么严重啊 但是他还是执行了 他的SOP 那24号为什么没有扣很多的 为什么没有把所有食材 扣起来 包括说不光是 那个中毒那几天的食材 没有扣 然后后来也没有扣 后面没有扣 是因为当时不知道这件事情 严重到这种程度 所以SOP并没有叫你把 你整个餐厅都扣起来啊 你就叫他暂停营业啊 但是没有说什么 所有东西 所有食材全部没收 没有 那法律没有规定 这是一个 那在24号之前的 是保龄查试 说都已经用完了啦 厨余丢掉了 食材丢掉了 那所以你到底要扣什么 你现在在那边叫什么 就想说你为什么不扣 那你要他扣什么勒 你要扣什么勒 好了我们进广告 休息一下 稍后再聊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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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